比柯文哲唱歌那麼難聽 都賣8成8 我覺得8800塊是有點過高啦 因為我上次四年前辦的那一場 才880 唱歌比柯文哲好聽 那也有可看性 卡斯內容又比他堅強 四個小時 不美價廉嘛 現在想起來確實是有點心酸 那妳的演唱會有在籌備嗎 有在規劃啦 對啊 是在規劃是不是 那如果沒有辦法辦在北流 會不會覺得有點難過 當然因為北流是我的選區 如果能夠辦在北流 我覺得是很棒 就是 但是因為柯文哲竟然已經受挫 我們也不會自己再去自取其路 那你不要這樣 柯文哲票是要訂8800 你會再來訂 妳覺得妳可以再更高 可以再更高 我覺得8800塊是有點過高啦 因為我上次四年前辦的那一場 才880 而且我 為什麼差那麼多 唱歌比柯文哲好聽 那也有可看性 卡斯內容又比他堅強 那而且長度也非常的高 四個小時 所以世間大哥才說 物美價廉嘛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才賣880 那我現在想起來 確實是有點心酸 所以未來如何去規劃 我自己也會好好的思考 因為畢竟平常我都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我覺得大家有點身在福中不知福 好像不知道說我們的歌聲其實是很珍貴的 那 所以我現在有在思考以後不要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因為柯文哲唱歌那麼難聽都賣8800 那我還平常免費唱歌給大家聽 還被大家這樣子對待 我是覺得內心有點感傷 所以調高票價是勢在必行 調高票價喔 我相信就是只要是支持者 當然多少錢他們都 當然可能都會願意來聽 但是對我而言 我希望是能夠讓喜歡我支持我的朋友 都能夠有機會去聽我唱歌 所以是不是 票價的部分其實不是重點 而是讓真正喜歡聽高嘉瑜唱歌的人 有機會來我的演唱會 那很多小朋友其實都很喜歡聽我唱歌 包括這個3歲到80歲 很多幼稚園小朋友都是聽我唱歌長大 我在路上他們都會叫我唱歌 所以我還是希望說 很多爸爸媽媽也能夠帶小朋友一起來 那小朋友可能也負擔不起這麼高的票價 所以我還在思考用什麼樣的方式 能夠讓大家都能夠一起同歡 這個是最重要的重點 所以我可能是朝這個 那個親子演唱會的方向難做考慮對不對 我覺得有很多的可能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就是可塑性蠻高的 然後什麼歌都會唱 然後也不限於什麼樣的類型跟曲風 所以確實我想我們的演唱會 絕對是比柯文哲要精彩非常多 那我覺得最難接受就是 柯文哲很會用演唱會來創造話題跟聲量 從這個8800到4分鐘銷售一空 到邀請嘉賓這些都是話題 但是這些我四年前就已經做過了 而且我們的嘉賓 到我們的這個 整個演唱會的流程都是精心策劃 可是卻只賣800 所以我們下次再見吧